大家好,这里是空头猎犬。 今天为大家演示一下,如何使用比特币钱包和以太坊钱包在LayerCraft上交易NFT, 以及如何将您比特币主网上的Blockheads NFT跨链到B Square的网络上。 让我们开始吧。 首先演示使用比特币钱包,进入LayerCraft网站, 点击右上角的连接钱包按钮,选择比特币钱包登录。 可以看到右下角出现了AA钱包。 这就是我们比特币钱包盒的B Square网络的中间。 进入Markets标签页,选择一个您期望交易的NFT。 如果价格合适,可以点击右侧的立即购买按钮。 在弹窗中确认价格并确认交易。 这时,钱包弹出,请求签名,我们允许交易。 进入我的NFT页面,可以看到新买的NFT。 接着我们将其用高一点的价格出售,点击卖出按钮。 输入一个您期望的价格,点击确认。 然后我们需要签名两次。 第一次允许合约,使用我们的NFT。 第二次将NFT上架。 完成后,可以看到我们的NFT已经上架了。 进入钱包,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执行的三笔交易。 AA钱包计算的GAS费用是对的,无需担心。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用以太坊钱包如何操作。 同样选择登录我们的以太坊钱包,选择一个心仪的NFT,点击购买按钮,并确认价格。 这时,钱包请求我们批准。 批准后稍等片刻,NFT便到达我们的钱包中。 如果你使用Metamask小狐狸钱包,请务必要修改GAS价格,以免被收取高昂GAS费。 接着演示卖出NFT,进入我的NFT页面,选中需要卖出的NFT,输入合适的价格,点击确认,并进行两次授权。 第一次允许合约,使用我们的NFT,第二次进行上架。 因为我之前已经授权过了,所以这里只有一次交互。 可以看到我们的NFT已经上架成功。 最后,如果您在OKX的NFT市场购买了价格相对便宜的Blockheads NFT,那么我们如何跨链到B2网络呢? 首先,我们需要进入Blockheads的主页。 第一步复制好我们在B2网络的钱包地址。 如果你使用比特币钱包,则需要在AA钱包里复制。 接着,我们选择比特币主网。 使用比特币钱包登录,进行签名,向下滚动到我们需要的跨链的NFT, 点击跨链按钮并进行选择。 每次最多可以跨链10张,点击Next按钮。 粘贴上我们刚刚复制的钱包地址。 手续费部分,我们可以参考OKX钱包给出的价格。 然后我们点击确认按钮。 可以看到,这币交易需要22美元。 因为目前比特币网络比较拥堵。 我这里为了演示现在进行了跨链,您可以等到价格便宜时再进行操作。 接着继续确认,允许钱包使用NFT关联的UTXOS跨链申请便成功了。 网页提醒我们需要6次确认才能成功跨链。 我们可以打开交易页面,等待右侧确认数到达6, 接着回到主页。 这次选择使用B-Square的网络登录,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Blockheads了。 请关注我的油管和推特,或加入讨论组。 链接都在视频简介中,我会时时为您带来最新的空投消息。 感谢您的收看,再见。